欢迎收看周末版真知道了 我是许桂牙 明天是我们的双十国庆 在对岸老共他们也庆祝10月10号 不过他们要纪念的是 辛亥革命110周年 中共的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他发表了重要的谈话就在今天 他们对这个台的部分 对台湾论述是维持着一贯的 和平统一的这样的基调 针对台独的部分 听起来 他说台独分裂是祖国统一 最大的障碍 凡是背叛祖国的人 从来都没有好下场 习近平他对台的论述 看起来听起来是更加的强硬 不过其实我们还要来观察的是 你要看看世界各国 现在是吹什么风 吹的这个风是要挺台湾的 不容许中国来打压台湾 欧洲议会也高票通过了一个决议 这个内容是要建议 欧盟跟美国一起就降低台海 紧张情势的部分 寻求共识 还有要做进一步的合作 不只是美国日本澳洲关注台海 万里之咬的欧洲 现在也都吹起了抗中的风潮 而另外呢我们要来看 两个礼拜后的礼拜六 10月23号 罢免陈伯伟案就要开始投票了 现在可以看到是 蓝银整个是铺天盖地的在攻击 已经不是锁定说 这个人是不是任立委 而是在进行一个人格的毁灭 甚至是由连家的幕僚 来攻击陈伯伟他的财富自由 你去想看看 连家跟延家 然后说要跟陈伯伟比谁 比较没有钱 这不就完全是猪队友的表现吗 我们要从最新的民调来看 这样的一个仇恨动员 到底有没有用 还有呢 中国央视他们也挺3Q 难道国民党就是照着 中国最想要的剧本 在照着演出吗 稍后我们来讨论 我们先来介绍今天的来宾 首先欢迎的是 知识媒体人陈东豪 大家好 还要欢迎政治学教授范世平 各位好 大家好 以及我们欢迎知识媒体人 王思琦 大家好 还有时事评论员李正浩 大家好 还要欢迎的是 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的秘书长 王知胜 各位好 大家好 还有前陆军少将 于北辰 于将军 各位好 大家好 我们就先来看到的是 中国纪念辛亥革命 110周年大会 在这个大会上面呢 习近平他讲 他说台独背叛祖国 没有好下场 我们一起来看 台湾问题 因民族弱乱而产生 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解决 高韩统一反对分裂 习近平发表 辛亥革命110周年讲话 又提九二共事 一国两制 关键字 犹如连猪炮 借机再吃台湾豆腐 台独分裂 是祖国统一的最大障碍 背叛祖国 分裂国家的人 从来没有好下场 必将遭到人民的唾弃 和历史的审判 自知说的坑枪有力 台下股长如雷贯耳 中共对于辛亥革命 向来有十年一大庆的惯例 回顾十年前 胡锦涛曾高调致辞 今年也不例外 场面胜大 但这番对台喊话 听起来似乎格外刺耳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到1949年才成立的 辛亥革命建的是中华民国 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 不能连这个都要列中国国民党 中华民国是美 历史也不容扭曲 习近平上次猛抢台湾 是在三个月前 7月1号 中共百年党性场合 这次同样态度强硬 美国CNN也第一时间追踪报道 他采访了安国旧的团阅 他指出这种旧的要求 迄顾不出带台湾人的民儒 連岸关系受到瞩目 才刚着马上任的 日本新首相安庭文雄 8号也和习近平通话 传达重视台海和平的立场 习近平年底也将与拜登事述会谈 台湾问题势必再成攻防重点 我先请教范老师 因为讲到说 台獨是祖國統一最大的障礙 然後背叛祖國的人 從來都沒有好下場 你怎麼樣來看 為什麼這一次以往 我們大概會聽到說 什麼九二共識 反對台獨等等 今天的論述好像比較多了 甚至講到說背叛祖國沒有好下場 你是怎麼樣解讀的 其實他這個講話 還是一個比較威脅性的 就是說你只要支持台獨 你未來你可能就會被朱砂枝 被中共追剿 用這種方式來威脅 但是我覺得他這裡面 其實不托習近平一貫的思維 他今天有句話叫做 台灣問題因民族弱亂而產生 必將隨民族復興而解決 他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說他認為 台灣問題其實是因為當時 這個中日之間的甲午戰爭 然後當時因為中國戰敗 所以把台灣割讓出去 所以他一直強調要民族復興 所以我們今天中國要重新站起來 所以你看當然記得 他2018年6月 他那個時候到山東去巡視的時候 還到了威海衛的劉宮島 這是什麼地方 這是當初清朝李鴻章 所建立的北洋海軍的一個基地 習近平他一直很想從這個歷史當中 重新從這個甲午戰爭當中 重新讓中國站起來 大家有個歷史的使命 可是很不幸的是今天中國真的強大了嗎 或許他希望中國強大 可是我們看到當今天中國停電 從這個已經停了一個半月了 然後到今天20多個省 電都沒辦法恢復 表示中國的強大其實只是一個表面上強大 實際上他的國力呢 跟美國來講 跟其他西方國家來講 還是有很大的差距 第二點大家可以看到一件事 就是你看習近平他今天的表情 你看第一個他非常的疲憊 你看他的這個眼睛 都是那個上眼臉 都是浮腫的 對 喊喊 然後你再看他這個臉 他這邊有一個很深的印記 就在鼻子這個地方 不是只有這張 他這個印記是戴口罩出來的嗎 他戴口罩已經戴到 都已經有痕跡在了 大家看到沒有 這個痕表 而且他的眼鏡也是泡泡的 就是很疲憊的樣子 其實這場會議 如果要習近平開 他不會開的 因為他不希望這個時候出現 因為他一直戴口罩戴得很勤 那據瞭解 他他目前沒有打疫苗 但因為沒有打疫苗 所以他一定要防護得非常好 我懷疑他是不是在N95 所以基本上來講 他沒有打疫苗 當沒有打疫苗的時候 他就必須要做更高層的防護 大家去注意一件事情 中共的外長王毅 之前不管是接在塔利班的 這些領導人士 就是神學士人士 或者是當時美國的副國務卿 他都不是在北京 他都是在天津 為什麼 就是怕會不會把疫情帶進來 所以習近平他的防護 大家看到 最近其實包含拜登 包含很多國家的領袖 都已經開始出訪了 都開始接見外賓了 習近平到現在為止 第一個沒有接待任何一個外賓 第二個他沒有出國 他所有都是用線上 那包含拜登想跟他見面 他都不要 表示到今天為止 他都擔心人家暗算他 所以到目前為止 他不敢打疫苗 我們綜合整理一下 因為這一次在講 是習近平他借辛亥革命 110週年大會 痛批台獨 然後說背叛祖國沒有好下場 我們再回推一下 往兩年前去看 上一次他對台的一個論述 請教資深老師 2019年的1月的時候 大家都還記得 因為習近平他在這個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週年紀念會上面 他提出來的就是九二共識已經翻過去了 他在講的是一國兩制的台灣方案 那我們這高度的已經刻印在腦海裡面了 在這個今年七一 就是中共建黨100週年的時候 習近平再次強調說 要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解決台灣問題 實現祖國完全的統一 這是中國共產黨始至不渝的歷史任務 你看到呢 其實他一直有一點像是 自己會手 比較像是正面的告訴你 來啊來啊 我會對你很好 大概是那種感覺 雖然我們知道說骨子裡不是這樣 可是他現在已經很明著講說 背叛祖國沒有好下場 怎麼樣來看資深老師 是其實剛剛那個過夜的觀察非常非常正確 就是說其實你在2019年那個氛圍之下 他想像的是2018年當時韓國瑜大勝 國民黨大勝 和平統一再往 所以你看那個習五點 九二共識國家統一 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全部一系列出來 就告訴你說 未來你跟我們統一 我都已經幫你想好 未來的這個統一藍圖大業 沒想到這兩三年來的發展 完完全全和他想像背道而馳 那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不管是 我們現在在講的台灣問題 或台海問題的國際化 全世界在台灣的重視 大家這個聯合起來挺台抗中的過程 等等等等之類的 你會看到他說 他在這一次的談話上面 花了很大的篇幅 而且用很大的力道 去批判所謂的排獨 你看他講什麼 他講鼠典望主 背叛祖國 分裂國家 這些沒有好下場 這個話是相對而言 其實是重的 那特別是你是在慶祝新派革命 110週年 那所以你會看到說 這兩三年當中北京的整個的心態 我覺得特別是這一段時間 你看到那個台海問題國際化的時候 他整個心態上面就很擔心 說台灣的問題 現在變成全世界所共同支撐的 那變成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距離統一大業越來越遠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在這樣基礎之上 其實昨天就已經傳出來 所謂的北京高層人士在吹風 說今天習近平的講話會花琢磨比較多篇幅 在所謂的外部勢力的這種對抗等等之類的 可是你看今天他在這個所謂的外部勢力當中 結果又只講只講一句話 他只講一句話 就是只針對所謂的這個外部勢力的對抗等等 等等之類的 不容不容這個這個 他是說台灣問題屬於中國內政 不容外來勢力的干涉是不是 對 就這句話而已 沒有了 那比預期的少 在我看來 那你前兩天放風在放什麼東西 我在想習近平是不是又縮回去了 也就是說是不是 其實他本來真的很棄的 很想要講的 很動不住的 然後放風放一放 後來他發現情勢好像不太退 怕一講出來之後 這些所謂的美日英澳等等 外部勢力真的來對抗你 那所以是不是這樣過 他又把他又把他收回去 不知道不得而知 但是這一塊確實比 這兩天大家所觀察跟預期的來得少 但是你從這 從這樣的過程還是一樣 你會犯到說 其實北京對於所謂 台灣跟國際社會的連結 這個區塊 其實是非常非常的在意的一個部分 不過我還是要強調 我非常佩服范老師 那個CIA不是要成立中國情報中心嗎 我覺得應該要請范老師去才對 那個戴口罩 你怎麼知道我已經被通知了 對 我被面試了 定義任務 結果被你公開了 這個其實提供給CIA的 不管怎麼樣 你會看到說 我范老師講的對 說習看起來是心力交瘁 不過這樣的情況 那可是他又一定要出來 而且他拉著七個常委出來 來講這樣子的一個對台政策 你也知道說 他在台灣問題上面 我覺得是有心無力 就是心裡面很著急 可是又沒有別的辦法 只好透過在這樣子的所謂 辛亥革命100BOSS 110週年的場合 用那種民族大義的方式 來做宣揚 來做宣傳 不過這樣子一整個系列下來 看起來 習近平在當中 我覺得比較有趣 最後一點 比較有趣的一點 你看起來他張牙舞爪 前幾天一共來150下的軍機擾台 可是你注意看他的內容當中 雖然不斷的恫嚇 但是他並沒有特別在 武統這個字上面 去做文章 就武力統一 他不斷的強調說 和平統一是中華民族 大家的共同的利益 是台灣最好的歸項選擇 當然這個 在這樣的情況說 你看他合統 他不斷的把它擺出來 我不知道他是心心作態 還是真的感受到說 如果過度的再強調武力 會引起國際社會跟台灣 共同的反彈跟對抗 我覺得這個部分是後續 還要去觀察的 那我先請教鄭浩 我們來看 是怎麼他會這樣 就是一直把這個和平 掛在嘴邊 那會不會是 你要看世界的苗頭 你不是說我站出去 我一要一打三十五 這樣子一個姿態 那我們來看到的是 國際力挺一波又一波 其實我們看到的是 包括美國總統拜登 他說因為他跟習近平 他講到說之前我九月九號 跟習近平那一通電話 我們聊到的是 我們兩邊都應該要同意 恪守台灣協議 習近平不應該做出 超出這個協議以外的任何的事情 那包括布林肯 包括蘇利文 包括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的 亞太小組首席的成員下坡 他也提到說 有關於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改成台灣代表處 OK 但是有可能這樣 他是往這個方向去 他認為說美台高層互訪 是一個很健康的事情 而且他最想要幹嘛 最想看到的是小英總統 到訪華府 這個我們其實以往都不知道說 他們真的敢把這種東西講出來嗎 可是你看像國際裡面一波又一波 那習近平是不是假假嗎 他也要參考一下各國的風向 沒有錯 因為你看習近平的講話 你要同樣的東西去對照來去對看 你才可以看出習近平態度的變化 比如說在講祖國和平統一進程這件事 其實原則上都沒有變 可是關鍵在於是習近平談到了台獨份子的時候 態度是完全不一樣 我念2019年告台灣同胞書 習近平那時候怎麼講台獨份子 跟現在怎麼講台獨份子 觀眾朋友你可以自己來比較 哪一個語氣比較強烈 剛剛今天的已經講過 台獨是分裂祖國統一的最大障礙 沒有好下場 必遭人類唾棄跟歷史審判 這是今天習近平的講法 可是2019年習近平怎麼說 他說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但是我們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 保留必要措施 就是針對極少數的台獨份子的分裂活動 這一次我坦白講 套句李勘過去在講國台辦話 有點像是吉娃娃式的怒吼 就說吉娃娃式就很兇 很兇 一隻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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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人類唾棄歷史審判 都是形容詞 但是他也是一隻吉娃娃 可是2019他那個時候的狀態 他是非常有底氣 他是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的權利 然後他是直接自講 這個武力權利是針對極少數的台獨份子的分裂活動 所以其實我認為我看這個東西的時候 所以其實我認為我看這個東西的時候 絕對在習近平在談這個稿子的時候 他做過非常多的紅線 就思考說我到底的調子要怎麼抓 要回到2019年 還是比2019年更強力 還是比2019年更稍微軟一點 可是在軟的過程中 他不可以讓人家覺得說他軟了嘛 對不對 他用非常多的形容詞來罵台獨份子 可是沒有講到如何處理台獨份子的手段是什麼 這是最大的關鍵 如果你縱觀 最近在台灣周遭發生非常非常多奇怪的事情 我認為都是在給習近平一個警訊嘛 比如先講第一件事 昨天在南海有個海狼級的潛艦 在南海撞到一個不明物體然後浮起來 可是問題是你如果瞭解軍事 就覺得這是一個非常荒唐的狀況 第一個海狼級的核子動機潛艦 他被設計在就是要跟蘇聯 互相做潛艦獵殺之用 所以他行使的範圍 是在北極圈的冰層下面 他是可以在北極後的冰層下面 直接上前把冰層撞開 然後起來 所以不可能會有撞壞的問題 沒有撞壞的問題 假借撞壞然後沒有撞壞問題 沒有海狼級潛艦真的沒有 而且我補充一下 他那個公開說他撞壞了 可是他一路又開回去關島 你到底是撞到什麼東西 中國的潛艦撞壞就是被拖回去 就是被拖回去 所以說這個東西是拜登跟習近平 講完面子之後 我留一個台階讓你下 但是我讓你知道 我的三艘海狼級潛艦都在你的周圍 包含我們晚點會談 美軍在台灣 還有美日英澳合家的六國軍演 其實他都釋出一個很明確訊號 是習近平你被包圍的 所以說這件事情我認為 他是就是在處理習近平如何 習近平今天的講稿 他的調子的問題 包含拜登跟習近平講話 包含所謂的台灣協議等等的 所以說今天我其實我看到很多人會覺得 習近平好像講得很兇悍 可是這是吉娃娃式的兇悍 他並沒有拿出這個 呃要對付台獨的分子的武器 也沒有拿出他的決心 來我請教動豪哥 因為其實剛剛也非常多的這個分析 那我們也可以看齁 最近習近平他處理的問題 也有一點多元 那比方說呢 像是這個他也跟岸田文雄 文雄有這個通上電話 那可是這一篇我們挑的是新華社的報導 他報導是通話的時候呢 講到什麼習近平講的是說 我跟你講還是要恪守中日四個政治文件 確立的各個項目的原則裡面 我們才可以互為一個合作的夥伴 互相也不要去威脅彼此等等 妥善處理歷史 涉台等等 重大的敏感的問題 那這邊我們看到岸田文雄 他的內容是什麼 因為是新華社寫的時候 有一點輕描淡寫 他說日本跟中國雙方應該要透過對話管控分歧 那我們跟你的比方說經濟上面的合作 民間的交流 對抗疫情氣候變化 這個都是可以溝通都是可以合作的 可是呢 這個岸田文雄他其實有講到什麼 竟然沒有在新華社出現 他其實講了什麼 他說會議中除了提到香港 除了提到新疆的問題之外 也傳達日本重視台灣海峽和平穩定的立場 來 董浩哥 新華社怎麼敢去在文稿裡面去提到說 岸田文雄首相對習近平這個國家主席 提到了這個香港跟新疆 就好像說 在這個日內網 這個楊潔石 跟美方在見面的時候 美方去談了這個新疆 香港 西藏 台灣 這一樣他也不會出現的 其實你在看 這個習近平這次的新疆的110年的這個談話裡面 最有趣的齁 他重新拿回來所謂的和平統一這件事情 那所有的事情如果我們去看的話 分水嶺在什麼地方 其實我覺得我的判斷是在拜登總統 在白宮草坪 臨時接受記者訪問 講出那個台灣協議的事情 那個台灣協議當然不是一個正式協議 但是他是講給誰聽的 他是講給習近平聽的 從那一件事情開始 共機大概這幾天大家就很熟悉 兩天就有一架次 馬上降 馬上降下來 可是美國潛艦 美國航空母艦 三艘航空母艦有沒有離開南海 沒有沒有離開南海 他為什麼要做這個改變 這很奇怪 然後緊接著 跟岸田文雄的談話裡面 他其實也是把調子擺軟 因為明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跟日本 建交五十週年 他利用這個機會 希望能夠在中日之間 是不是能夠有一些改變 可是岸田文雄講的 基本上還是一些雙 我們那麼講好聽一點叫做 中日雙方有重大旗艦的管控項目 可是新疆跟香港的事情 你這個時候再提出來 對習其實是蠻難堪的 根本不要講到後面的台灣 你從那個動作到今天 岸田文雄的這個 習近平打電話給岸田文雄這個東西 其實所有事情的分水嶺 包括辛亥革命114週年的講話 那個調子 我覺得那個分水嶺就在於 拜登講出的台灣 那個事情只有習近平自己知道 忽然間把這個調子 你看到他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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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轉彎 對 可是我們要看認清一件事實 眼前的急轉彎不代表他真正的急轉彎 顯然他有一個我們不知道的需求 或者一個不知道的不確定的目的 他現在鋪陳一個梗 就是說他希望跟美日之間的關係 暫時要去於和緩 或者要有一個保留一個空間 講因為等一下一定會講到就是最近 大家也常聽到的就是華爾街日報講的那個 美軍來台 特種部隊 幫我們做訓練的事情 明明知道說 年底拜登跟習近平可能會舉行 舉行這個事情會議 你在這個時候五角大廈放出這個消息 那你不是讓習近平跟共軍很難堪嗎 可是放完之後你就看 呃戰狼外交官趙立堅的反應 那那種講法叫做 叫做趙 趙本宣科嘛 嗯 你說他所有的反應 我們可以綜合去觀察 可以你可以 我們可以再看一段時間 但是這裡面最需要保留 繼續觀察其實是這個淺見事件 美軍當然不會講說我跟共軍 中共的這個淺見對撞 當然不會這樣講 但是大家一定會有很多揣測 就是說美軍的訓練跟各方面他的科技 發生了什麼事情可以在南海 撞到 因為南海的地形有沒有複雜到那樣的狀況 如果你把所有的事情連結在一起 從拜登 美國總統拜登講出這個台灣協議這件事情之後 我覺得發生了很多 我們現在在檯面上看不到的事情 而這些看不到的事情 會讓習近平最後在這個 所謂的辛亥講話裡面 看起來好像很兇 可是他那個調子跟以往是很怪的 我不會說他示弱 我只能講說他們的調子忽然間變得很怪 包括之前放話 你怎麼去想像說五角大廈有美軍到台灣 幫台灣訓練軍隊 在這種狀況之下 習近平沒有講話 他對這個事情視而不見 所以一定發生了一些我們不知道的事情 因為你知道調子很兇是罵某些人嗎 他們的臺 他只敢罵台獨 怎麼可能不罵對不對 他只敢罵台獨 當然也是美軍的部分 可是這一次這一個訊息出來之後 還包括剛剛大家也非常多的揣測 是有關於美國海狼級的這個核動力潛艦 都在什麼是怎麼溢出來 到底是什麼樣的訊息 我們休息一下稍微回來 我們進一步來看到的是 這是美國華爾街日報 他的這個爆料 他說 一部具名的美方官員說 大概是有二十幾名的 美軍的特種作戰部隊 跟海軍陸戰隊的士兵 至少在台灣駐紮已經一年的時間了 非常神秘的在訓練台灣的部隊 但是這個部分 現在可以做 還不能夠講得那麼大喇喇的 台美官方部分 目前都還沒有來做這個部分的證實 我們一起來看 華爾街日報與路透社相繼報導 美國已經派軍秘密駐台 訓練國軍至少一年 協助台灣增強防衛實力 美軍駐紮台灣最大的根據點 就在AIT而受邀來台訓練的教官 就是由AIT總管進到各部隊來進行訓練 來台灣的美軍教官 每批次大約二十四人 最多三十人來台後安排入住 下他飯店 主要訓練對象以國軍特勤隊 種子教官為主 分別在古關三訓場 由美軍海豹部隊 教授陸軍梁山特勤隊消部隊作戰 以及城鎮作戰技巧 另外美軍特種第一兵團 則是在高雄左營兩棲營區 交到海軍陸戰隊兩棲蛙人滲透技巧 水東作戰與城鎮戰 另一批人則是訓練AAV拐突擊作戰 美軍依台灣戰場環境 傳授反恐作戰滲透突擊 不少實戰觀念技巧 卻讓中國官媒直跳腳 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 在推設上發文 即美軍為何只有二十四人 不是兩百四十人 還說最好穿上美軍軍裝 公布駐地 讓解放軍一舉轟炸 軍事交流的部分 我想基於網易 我們都是不公開評論的 國防部低調不證實 卻有美軍歷次公布畫面 看出兩國軍事交流 越來越緊密 以及美國以實際行動協防台灣 我們來看 我請教育將軍 我們看到的是 這個是五角大廈一份文件 顯示說二十三名的海軍陸 陸戰隊的永久駐台 另外還有兩名是 有關於海軍的部分 還有五名是空軍 而且消息人士進一步透露說 其實還有很多 跟五角大廈有關的官員 每年大概是有三千五到四千名 會來台灣訪問 你看看過去 其實說坦白都沒有很公開的對外 可是有一些紀錄 不小心或者是不小心的故意 也是有這樣子的 我們看看這一個 二零二零年的六月份的時候 你看這個是美軍特種部隊 他們在臉書公布的一個訓練的影片 美軍訓練 你看我們把它拉大出來 你看到沒有 這是什麼 這是國灰 你看到旁邊兩人什麼 中文字叫做陸軍 很清楚了 那以及在這個二零二零年的十一月的時候 美國海軍突擊隊的隊員在台灣 對台灣的海軍陸戰隊來進行突擊艇 還有這個快艇滲透作戰的訓練 這個我們也曾經有聊過這一題 那我請教你怎麼樣來看 當然趙立堅又來了 又很熟悉說 哎呀美方你應該要停止受台武器 停止美台軍事的聯繫 中方也會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捍衛主權和領土的完整 這已經講到老掉牙了 那我們現在怎麼樣來看 為什麼會在這個時機點曝光 然後這件事情五角大廈的文件 記者竟然看到了 當然其實這個美國的一切的 在台的軍事行動跟作為都相當低調 以前我們不管是在虎口或是在谷關 或在任何的訓場 包含在左營 看到美軍過來這個跟我們協訓 或者來協助我們訓練 你跟他拍照他一定拒絕 那不是因為他是賭神不拍照 他是沒有被允許跟你拍照 他是不允許的 包含我們那些軍文社的隨行的記者 他不能拍到美軍 就是只要你拍到美軍 他會要求你刪掉 他是不允許讓這些事情讓別人知道 所以我們那段時間 我們出來都不准講 說你們裡面是不是有外國人 我說沒有啦那是來會客的 都是這樣講來會客的 因為他都穿的沒有軍階的衣服 我們稱之為那個叫做操作服裝 實在沒有軍階 但是你看他那個長相 跟他那個肌肉 就知道他是軍人 沒有老外會在這個年紀 還可以訓練的那麼壯 通常老外到了大概40歲以上 肚子都大大的 那就不一樣 他那就是軍人 有過實戰經驗訓練 他們身上我們看過 他身上有桑巴有彈孔 他就實際上參戰過的 所以說他來台灣 最主要做的一件事傳授經驗 那這段時間為什麼 你看包含華爾街日報 包含五角大廈都沒有直接的否定 而且最主要是為什麼 因為拜登講了所謂的台灣協議 今天美國的國務院 他有解釋什麼叫做台灣協議 這普萊斯講了 就是一三六 一就是一個法律 台灣關係法 三就是這個三大公報 六就是六項保證 所以我說很顯然的 這個趙立堅也好 胡錫進也好 他沒有了解到什麼叫六項保證 六項保證就是說 美國第六項就講得很明白說 美國對於台灣的軍事銷售 還有軍的訓練協助 不需要經過北京片面的同意 就是告訴你 我要幫台灣做什麼訓練 跟你無關 所以說這段時間 為什麼一下子突然間 從150架到現在就歸零了 跟我們的疫情一樣都清零了 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拜登很明明告訴他 你要解決台灣 我沒有意見 但是要和平解決 不可以使用武力 這是最明顯 這就是台灣協議 所以你看習近平 在主持這個辛亥 什麼一百一十週年的時候 那個臉跟包子一樣 他有苦不能說 他苦啊 敬平苦了 敬平說不出來 他只有吞下去 所以這一些一百一十週年的辛亥紀念日 其實是蠻奸詐的一個做法 那我們會講到軍事的這個狀況 我們在軍中待的這段時間裡面 其實美軍 最多在台灣的時候是什麼時候 一九五五年七千五百人 那時候是中美協防條例還在的時候 一直到了一九八零一年以後 那個人數就急劇下降 那有沒有依然存在 但是就是從穿軍服變成穿便服 但是我們以前在當小官的時候 看到這些老美在營運氣裡面跑 我們就很想接近他為什麼 第一個學習一下外文 跟他練習一下外文 對不對 所以你真的有跟他們 conversation 想跟他學習一下外文 可是想不到他的中文講的 比我的外文還要好 對 他中文講得非常好 那我們就問他說 你們來這邊是現役軍人怎麼樣 他說沒有啦 我們都退役了 但是呢 我們的年資照算 這就很玄妙啦 你退役你年資照算 那就是說他實際上的運作 就還在嘛 我已經退役了 年資照算 我說那如果你回到美國了 回到美國就繼續當兵 所以這就是很非常有趣 非常這個詭異的一個做法 就是不能說 但是他一直都在做 那到了這個台灣旅行法 相關的會台法律通過之後 這些人其實我覺得 這些人他的做法 就已經公開很多 他就穿軍服了 他在營區就穿軍服了 去年的時候就有在這個虎口 某個訓練單位 就有阿兵哥投訴 投訴什麼呢 說不公平啊 我們當兵的這些小兵啊 我們為什麼都喝那種 用沖泡的牛奶 那買的那個三四十瓶的那個鮮奶 都誰喝掉 是不是都長官喝掉了 後來不是啊 是美軍來協訓的這些 安全合作旅的人 他們的伙食費 是美軍直接核定的 那比我們台灣的伙食費高了 所以他喝的就是鮮奶 所以當時這個還登上百面 陸軍司令部還出來解決 真的喔 為了牛奶投訴牛奶 然後登上百面 對 登上百面 他不是說有什麼外國人來台灣協訓 是說有人買的鮮奶給外國人喝 不給我們的阿兵哥喝 登上百面 陸軍司令部還出來說明 就是說這些人是因應漢光演習 提前到台灣來 協助我們這個聯合作戰營的一個協訓 而且最重要一點 他參加過實戰 我們在靶場射擊的時候 我們都會穿著防彈衣 然後突然間那個有一個弟兄 在那個地方槍枝亂指 我們都會臥倒 那個安全合作裡的那些老士官 老神在在 對不對 他說不要緊張 不要緊張 小事 我在這個破彎戰爭的時候 那個子彈就這樣咻過去 你看巴還在這裡 就跟我們講 他就是傳授你一些戰場上實戰 跟求生的經驗 就提升我們本來這個訓練 那我先讓時期來這個表達一下 我想請教的是有關於 你看我們這一次雖然說 因為這個疫情的關係 所以他國慶大會沒有真的來參加 可是他們在這個時間點來 來了兩位貴賓 兩團 一個是這個法國參議員李察 這個部分 他特別講了一個什麼 他說這座島嶼這個國家的名字 就是台灣 那試圖要阻止台灣使用這個名字的行為 Nonsense 沒有意義 那他想要說的是 台灣你們並不孤單 有沒有非常暖 那另外一個部分是澳洲的前總理 艾伯特 他說與勇敢自由的島嶼站在一起 美澳不會袖手旁觀 也不會眼睜睜的看著台灣被這樣子吞沒 會持續的支持台灣維持安全捍衛自由 其實這個艾伯特 他在玉山論壇 他的演講非常精彩 他有講到說 他在2013到2015之間 擔任澳洲的總理 然後簽過中澳自由貿易協定 當時他的想法是 他認為說 那跟北京 如果你跟我們這些民主國家接近 是不是禁豬者吃禁末者黑 你跟我們這些民主的國家是不是在一起 你會變得比較好 那建立一些信任的關係 大家一起來合作 可是他提到一個觀點 他說中國如果想要成為世界的朋友 你就能交到朋友 但是你想要當惡霸 你結交的就只有客戶 所以迫不及待這些客戶 我很想要趕快逃 你看中國對澳洲 我突然說我要制裁要怎麼樣 只是因為他們提說 我覺得武漢肺炎 他的源頭應該要查一查 不得了 老共就生氣了 那你看到的是 想想看 曾幾何時 以往台灣會一直被各國的領袖 各國的這一些政要掛在嘴邊嗎 應該很少 可是現在開始 越來越多 今年開始 今年又更加的發揚光大 怎麼樣來看 的確就是說澳洲那個前總理 他講了說過去 其實全世界全球都一樣 大家都以為說 我們跟中國的交往 交往久了 這個互動多了 他們慢慢的就會改變 他們內部就會慢慢學習到民主 經過了這麼多年的時間以來 中國不但沒有改變 而且過去那段時間 其實是把中國養得更大 這個惡霸越養越大 所以我覺得在最近 大家都意識到了這件事情 使得說 大家注意到了台灣 台灣的朋友的確越交越多 這些國家的重要的政要 他們的話越講越大白話 就直接講說你就惡霸 挑釁方就你 而且一國接著一國 從美國 澳洲 德國 法國 每一個國家都不斷的在 在跟台灣交朋友 然後再力挺台灣 過去台灣在歐洲的交友 是極度困難的 因為整個歐盟 以德國跟法國 這兩個大國作為主導 那德國 對 親中的梅克爾 他其實那個多年來的政策 使得台灣要打入歐洲這件事情 其實是極度困難 可是你看看短短的這幾年的 那個重大的改變 如果你每天去看全球各地外媒 為什麼我會知道 是因為你知道 外交部其實都會做整理 就是每天關於台灣的 國際媒體的報導 就本來可能幾年前 就是薄薄的 就一張A4 可能就結束了 今天全球的國際外媒 報導有台灣的一張 現在每天都厚厚的一大跌 你就知道台灣的國際地位 以及被國際上重視的程度 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那所以大家都在跟台灣交朋友 然後這些話 其實這些訊息都是 希望習近平能夠聽到 不管是台灣協議 不管是華爾街日報的 美國特戰隊的報導的消息釋出 等等的 以及這些國際政要的談話 其實某種程度都是 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習近平 所以習近平有沒有聽到 我覺得習近平當然聽到 要不然共機怎麼五十六臺變一臺 然後甚至這兩天其實是沒有的 這也可以從我們剛剛談到說 他的他的談話裡面 過去超強硬的 可是他如今的談話是說 任何分裂國土的 會遭到歷史審判跟人民唾棄 也還好不過就唾棄一下 不像之前 而且是歷史的審判 我最不怕的就是歷史審判 歷史審判是等我百年以後的事情 關我什麼事 我也覺得他講歷史審判的時候 還加重語氣 可是我覺得也還好 歷史 就是很久以後才會發生 中國的歷史跟台灣的歷史 所以人民唾棄 你唾棄一下 其實我其實沒有什麼feel 我們也在唾棄他 對 互相唾棄一下 那我覺得就是說國際上面 大家都在跟台灣交朋友 大家也都希望習近平能夠聽得到 也看得到 那蔡英文總統 他在前幾天的民進黨的 中常會的時候 不是 他也跟習近平講話 也就是說這些話 我方跟全世界的民主國家的 談話的立場是一致的 他正告北京當局要克制 以避免擦槍走火 而且明天的國慶談話 基調都不會改變 說我希望你克制 因為你就是那個挑釁方 但是我這邊呢 不但做好準備 而且我仍然期待 跟你展開一個有意義的對話 你不能三不五十就給我已讀不回啊 你沒事這邊給我淨個水果 沒事來這邊飛個飛機 我要跟你對話 你也不理我 那所以這些動作 這些訊息 我覺得都是讓習近平更加的清楚 了解到說 責任方在你 萬一今天有一個什麼樣子的閃失 不好意思喔 全球都認為責任方在你 所以到時候你要付出的代價 恐怕會更大 這也是為什麼促成 歷史的唾棄 還好 范老師 10月1號中國派了38架軍機來 我們可以理解 那是他的國慶 那到了這個禮拜一 我們看到了 他派了56架 也是我們看到了 就4號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 最主要原因就是 剛剛我們提到的 就是六國軍演 美國 日本 英國 荷蘭 紐西蘭 加上加拿大 那為什麼這個事情 對習近平來講 他要派56架 因為這是史無前例的 美國在展現一個實力 我如果要跟你打仗 我可以繞這麼多人來 人家是從荷蘭來喔 大家清楚 我們現在的兩艘錢 你是跟誰買的 是跟荷蘭買的 30年前 我可以從歐洲 把荷蘭 把英國叫來 我也可以把美國的加拿大叫來 而且紐西蘭過去 跟中國是比較接近的 他不像澳洲 我也可以把紐西蘭叫來 所以我們今天如果要PK的話 我可以繞這麼多人來 請問你 你習近平如果你中國 要跟美國打仗 你可以繞誰 你說繞俄羅斯嗎 不可能 俄羅斯大時候絕對作弊上關 繞北韓嗎 不可能嘛 這個我們發生這個 武漢肺炎的時候 第一個關邊境的是哪個國家 北韓啊 北韓立刻跟你劃清界線 你說巴基斯坦 鐵哥們 抱歉 巴基斯坦的武器都是買美國的 對 所以你最後可以繞誰 你可能就繞個緬甸啊 遼國啊 這些國家的戰力 能夠跟澳洲 能夠跟紐西蘭比嗎 所以美國就是要展現一個威責力 而且這個會讓 習近平想到什麼東西 歷史上的八國聯軍 那個惡夢又出現了 因為我們知道 習近平很喜歡翻歷史 所以剛講的歷史判決嘛 他很喜歡翻歷史 每天坐著時光機回到歷史去 他要告訴你 我現在已經六國了 我隨便繞 我拉過印度 再拉過澳洲 再拉過台灣 可能不只八國 九國十國都有了 所以這個事實上 習近平感到什麼夢魘 所以他為什麼在10月4號 要56架來 可是你看到 隔天拜登跟習近平通電話 他告訴他說 他願意接受台灣協議 隔天 禮拜二剩一架 然後禮拜三 到今天為止 都是零喔 都是加零喔 反正是什麼 我覺得習近平 我不知道拜登給習近平看了什麼東西 讓他立刻做決定 不飛了 因為這個東西絕對是 只有習近平 中央軍委會主席可以下的決定 這絕對不是什麼 什麼什麼這個外交部長王毅 或者什麼楊潔篪 他們這種程度是不可能做這個決定的 我認為拜登 秀了一個東西 讓習近平嚇到了 他非做這個決定不可 而且這個決定是很丟臉的 因為習近平應該跟拜登講說 拜託啦 我今天56台 明天我又飛46 再36 慢慢的 沒有啊 隔天就一架 一字一字 這多丟臉的事情 第二天歸零 這多丟臉的事情 難道解放軍空軍都喝了歸零膏了嗎 全部都歸零了 這個實在是個奇齒大辱 我覺得這很羞辱 可是拜登就要告訴習近平 我就是要這樣做 你非給我做到不可 否則大家走著瞧 所以我看到現在習近平 為什麼今天看到他滿臉卷容 這種內憂外患 不是一般人可以承擔的 內憂就算了 外患也將至 所以我覺得的確 中國現在即將面臨到的是一個 史無前例的一個挑戰 習近平到今天為止 做了十年這個十年工作 十年的手術劑 四個字一事無成 他還想連任 這才更麻煩 你做到一事無成 你拍拍屁股 所以為什麼現在中國很多有名的人 都把豬頭放在他的 放在這個 他們的那個 他們的這些 微博上面 公開的讓大家看 為什麼公開敢弄豬頭 在講誰是豬頭 那個人大概大家都看到 昭然若揭 大概就是講習近平 來支持老師 基本上說拜登到底給習近平秀了什麼東西 讓習近平這麼害怕 我們不是很清楚 不過剛剛講 一路講下來 你從美國 就在十月七號那一天 就那一天的動作 我覺得就足以讓中國夠震撼 這些東西剛剛我們都提過 可是大家沒提到 是都在同一天發生 第一個就是剛剛正好所提到的 那個克萊迪克艦 就是海狼級的那個潛艦 美國去宣布說 不好意思我在南海撞到 到底撞到什麼實在是不知道 那撞到之後我現在拖回去 而且十月二號撞到七號宣布說 我現在已經拖回關島 沒有 他是自己開回去的 同一天十月七號 美國公佈 他有史以來也是第一艘最大的 遠征機動基地艦 這個停靠在沖繩 這個有多大 他九萬噸 比中國現在現行的任何一個 航空母艦都還大 他只遜於美國現在最新的航空母艦 這麼大的一個基地登陸艦 你把他想成是一個小島 他開到沖繩這邊來放 而且十月七號公佈說 我來了 也是十月七號 第三個 剛剛我們提到的華爾街日報 講說這個美軍有駐宅來臺灣 十月七號 第四個 班老師已經獲得這個聘書的 美國CIA的中國情報中心 CIA宣布要設立中國情報中心 十月七號 那經濟學人這個進一步的 拿五角大家文獻的疲勞 是十月八號晚一天 也就是說事實上 美國基本上在軍事上面 同一天你等於從北沖繩 然後臺灣南海一路告訴你說 你中國早就被我包圍了 你軍機到底在飛什麼啊 所以我覺得那個意味非常非常的清晰 美國告訴你說 我早就已經做好萬全的準備了 不管是在海面上 不管是在海面下 不管是在臺灣 不管是在情報部門 對中國這樣子的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了解或掌握 都已經做好準備了 所以其實我覺得 光這樣子的一個動作出來 北京應該自己心裡面就毛毛的 就怕怕的 所以你會看到說 我覺得在一路的轉折下來 你會看到說 習近平為什麼今天的講話 感覺上顯得 就剛剛正好講的 像是雞娃娃 本來是戰狼區 現在變成可愛動物區的概念 都詛咒式的 對 那可是我說實在沒有錯 現在中國可能是中國最最 風雨飄 或最最最危險的時候 可是卻是臺灣最好的時候 剛剛十一姐講到說 理查的部分 他其實在臺灣在臺灣講的東西 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 他直接用國民稱讚說 我們駐法代表處 就是我們國家駐法代表處 做得非常的好 這是一個他直接用國家 所以趙立堅那個玻璃錫就破了一次 第二他強調說 他主張你的國家就要臺灣 為什麼你的名字 不改為臺灣代表處 這樣的名義 而且為什麼要叫臺北 你把高雄放哪裡 之類的 就是你應該就叫臺灣代表處 這樣他會主張這個 那你不要忘了 明年法國要進行總統大選 那這個理查 他曾經當過國防部長 那也被傳出來 民國總統大選 那以他這麼資深 而且對這麼挺臺的一個 一個身份地位 他今天講出 法國要這個應該更名 這個臺灣代表處 那是不是代表說 接下來又一連串 臺灣代表處的 這樣子的一個更名 或證明的行動 又在國際上會這樣出現 所以我說 現在是臺灣最好的時刻 不論是在安全上面 不論是在這個 我們的價值的共享上面 不管是在各個國家 對臺灣的支持跟鄉庭上面 我們從談話都覺得說 習近平他也看懂苗頭了 對不對 可是看不懂的那一個人 是胡錫進 然後我要請教余將軍 胡錫進他說 為什麼是二十四個人 為什麼要秘密進行 美國應該要公開派遣 兩百四十名穿著軍服的來 你就公開一點 公佈他們住在哪邊 然後後面又來嗆嗆 他說看看解放軍會不會 對那些美國入侵者來做空襲 他這個話 他寫了中文版跟英文版 英文版的部分 外國的網友說什麼 外國的網友就說 你要去想看看 上次到有這個強權國家 迫使我們進入這個 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什麼事 你去想看看 你應該還不會忘記吧 還有呢 就是一娃娃來了 會叫的狗不會咬人 這是外國的網友去評論 胡錫進的這個論點 中國網友怎麼看呢 中國網友說老胡你真的太壞了 你天天就是把領導架到火爐子上面去 意思是說你領導是要關火的人 可是你偏偏一直把他拿到烤爐上面去 你是要逼這上面要怎麼做 怎麼樣來看 這個胡錫進他的做法 其實包含他們大陸本身的網友 都有很有意見 因為通常講狠話的人 有一種叫做什麼 叫做狠狼不叫戰狼狠狠 他不太叫了 他就直接咬你一口 就像美國幹這種事對不對 你一天到晚來收我的潛艦在哪裡 今天我老美就浮出來給你看 這個海狼機潛艦超過萬 滿載將近萬噸潛下去 要跟他碰撞 而且可以跑得無影無蹤 那除了庫斯拉之外 沒有任何一種東西 可以把他撞上來 所以我覺得那就是浮上來說 你每天你的這個運發反潛 運發偵察機在那個地方飛啊 著告訴你 今天我浮出來給你看 我就長這樣看到沒有 然後再慢慢的也不潛水了 就用浮在水面上 這樣子開到關島去 那是一種什麼 那叫示威 這叫做會咬人的狗 會咬人的狗 他不常叫 他就咬你一口 這叫做咬人的狗 那胡錫進叫什麼 胡錫進是一邊叫一邊往後退 你知道你看那個小狗 所以今天正好講急娃娃 怕急娃娃會生氣 有一種小狗小小隻的 他很會叫哇哇哇一直叫 可是你往前進一步 他就往後退一步 他永遠跟你保持三步的距離 絕對不會跟你接近 那胡錫進就屬於這一種 他說只要有一個美軍到台灣來 那就是我們這個武力犯台的時候 就是我們用武力統一台灣的時候 他今天講什麼 才二十幾個 對 有本事你穿出軍服來啊 亮到兩百四十個 他覺得才有那個意涵 沒錯 他的紅線一直在往後退 他把他底線向後畫 你知道嗎 你沒有侵犯我的底線 因為我把紅線往後畫了 你知道嗎 那其實我要跟大家講 其實五角大廈講的 華爾街日報講 都叫做含蓄 因為其實什麼叫進駐 什麼叫指導 什麼叫做協助 這是不一樣的 進駐是說 連人帶裝備 帶你的這些武器全部進來 然後我們中華民國 有一部分的防禦區域 是給你的 這叫進駐 例如說在北沙輪 一直到淡水河口 這塊就是美軍守的 這叫進駐 從來沒有 美軍從來沒有進駐過 美軍都是協助你 指導你 給你做一些顧問 那可是美軍 每一年漢光演習 前前後後 我們大小的演習前前後後 進到台灣來待三個月 五個月 待一個禮拜以上 這些美軍有多少 那你胡錫進厲害 你就找人家去查一下 進出台灣的這些美軍人有多少 嚇死你啊 那不只兩百多個 兩千個人都有了 進進出出 三個月五個月 兩個禮拜 這些美軍現役的這些軍人 進出的有多少 胡錫進你不要一直往後畫底線 你這個牛可吹大了 你知道 等到人家一公布 第二天華爾街日報 華爾街日報就講說 240歲 公布給你看 兩千四 兩萬個嘛 對不對 兩萬個 他就把他的紅線一直往後畫 永遠跟你保持三步之距 然後一直對你狂吼亂叫 所以我覺得中國連自己的這些網友都看不下去 他說老胡啊 拜託你 講一點有建設性的東西 你跟領導喬好了再說 否則你叫完之後 把領導推上火線下不了台 可是我們現在好奇的是 難道中國國民黨的領導是老共嗎 為什麼這樣講呢 我們來看看這一個 這個是北京也出手了 央視他們幹嘛 針對罷免陳柏惟的部分 央視說 他們做了一個這個也是政論節目 然後來分析 說我們也是挺3Q的 而且他還肯定朱立倫的四肢劍 包括你這個親中反讀 在立法院大亂 還有這個公投 視同是一個倒閣之戰 還要全力罷免 包括陳柏惟後續呢 包括林昌組的部分也是收聽 這代表什麼樣的意思 難道國民黨的黨主席 真的是聽令中國共產黨 他們給你怎麼樣發揮 給你一個劇本說 這樣就這樣嗎 我們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我們來看到的是 國民黨黨主席朱立倫 上任當天 中國央視立刻呢 就弄了一個節目 我幫他好好的整理說 你要怎麼樣做 怎麼樣來打擊民進黨 說有四肢劍 其中包括就是 年底的四大公投 還有立委 陳柏惟的這個罷免案 但是呢 外界這樣看就覺得 難道是中國公開對朱立倫 來下支到期嗎 我們一起來看 國民黨新任黨主席朱立倫 五號正式走馬上任 中國央視同一天跟著動起來 為朱立倫整理出正面迎擊 民進黨的四支劍 第一支劍當然是強硬的回擊民進黨對他的幕後 他的辦公室的發言人明確的表明了他堅定九二共識 反對台獨這個政治立場 央視評論員認為朱立倫為國民黨帶來新氣象 第二支劍就是聲援國民黨的抗爭行為 年底的四大公投也被定位為倒閣公投 他將這四大公投定位為倒閣公投 等於說給現在民進黨執政的行政團隊 一個強力的打擊 最後則是力推陳柏惟以及林長佐的罷免案 央視替朱立倫梳理四大政策 遭外界質疑是否公開向朱立倫下指導旗 民進黨立委批評央視吹捧朱立倫還干涉台灣內政 抹紅朱立倫的不是民進黨而是中國 新任國民黨主席接下來的每一步都受到兩岸高度關注 好聽著聽著就覺得 對啊現在國民黨不是就是要做這些事情嗎 可是央視他又加下去 我們剛剛已經有講了 包括什麼親中反獨 然後立法院你就是要給他亂公投 還有權力罷免陳柏惟的部分 那汪浩大哥他的評論他覺得說 你這批就是在向朱立倫下指導旗 不用再經過趙少康當一個白手套了 那現在就是習近平我直接下令了 反陳柏惟反獨促統的階段的一個政治任務的成果 現在要交給你 那之前我們其實在談有關於那個賀電的時候 不是為國家謀統一 我就覺得唉唷 這習近平根本就是在陷害朱立倫 那現在央視寫的這一個東西 給他下一個指導旗 然後在政論節目上大啦啦講 又剛好就是國民黨正在做的這些事情 正好怎麼樣來看 沒有錯因為選舉是一直在變動 所以每一天對於選舉的評估都會不太一樣 我一直認為我這樣講 我在禮拜四的凌晨十二點之前 我都覺得陳柏惟掛 就是他已經不可能活下來了 可是禮拜五有一個變化 讓我覺得陳柏惟命選一線 然後禮拜六呢 又有一個變化 讓我覺得陳柏惟命選兩線 越來越多線 生機越來越強 第一個當然就是央視這件事情 央視支持這個罷免陳柏惟 然後認同戰鬥欄這件事 我覺得對陳柏惟來說真的是力多 什麼意思 因為很簡單 因為原本我們台灣在罷免陳柏惟的時候 就是在討論陳柏惟 立委 符不符合作為一個立委的資格 他的質詢 他的提案等等 這是很正常 我們台灣人在罷免一個我們台灣立委 就這樣 可是陳柏惟就算是三菱立委 我講就算 關央視什麼事 他又不去監督中國政府 央視會罵陳柏惟只有一個理由 他認為陳柏惟是台獨 他就抗中保台 所以戰鬥的層次又拉高了 戰鬥層次拉高 變成獨派跟統一 或是抗中保台跟統一滅亡 台灣滅亡 這東西如果是這樣對撞的話 對陳柏惟來說 真的是有利的 因為這個意思型態是對 不管是台灣人可以接受比較多 或是陳柏惟站的角度 都是很OK的 所以央視常常就是中國的豬隊友 就常常會好心辦壞事嘛 你真的以為你這時候來趁這個罷免的熱度 會幫國民黨加到分嗎 根本不會 這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當然就是去質疑這個陳柏惟的家產的問題 就讓陳柏惟從密懸一線變密懸兩線嘛 這個家產我覺得很有趣 我還記得很清楚喔 2014年的時候連戰受到這個陳文倩的專訪 陳文倩就去問那個 連勝文受到陳文倩專訪 然後陳文倩就要問連勝文到底有多少錢 比如說我們一般人會問說 欸 智商老師 你很有錢嗎 你的總資產有沒有超過一千萬 或有沒有超過五千萬 一般人大概這樣問嘛 那更有錢人就會說 那你總資產有沒有超過一億 對不對差不多這樣嘛 那再有錢一百億 你知道嗎 陳文倩問那個 連勝文問他總資產有沒有超過多少你知道嗎 他說你總資產有沒有超過一兆啊 他又一兆喔 一兆 一兆 起跳是一兆 他起跳是一兆 因為他可能覺得幾百億 他怕連勝文說有對不對 那千億搞不好不小心 結果他就問了 他只好設個門檻 那個連勝文你確定你們家 沒有超過一兆的家產嗎 那連勝文就說沒有啦 有 我也會很驚訝 欸 怎麼會有人計算家產用兆 就變成連家 我這個簽證換去 網友們你搜尋陳文倩連勝文 空格一兆都還有找到 怎麼會有人這樣子嘛 就是你太有錢了嘛 你有錢那我要幫你護航 我要幫你設定一個底線 要用兆來幫你做護城河 連勝文沒有那麼有錢 他家產沒有破罩 這太離譜了嘛 所以整件事情是這樣 對於3Q哥來說 我認為他在選舉過程中 當然有犯一些錯 那國民黨也有犯錯 你說是選舉還是後來的罷免 罷免罷免罷免 罷免案過程中當然有犯些錯 那國民黨也有犯錯 包含朱立倫講所謂山林等等的 可是呢 在因為央視的因素 還有連勝文辦公室這個 我認為是非常非常錯誤的一個選舉策略 他可能就是我怎麼忽然多四百萬 一定有鬼我來挖看看 可是其實沒有嘛 選舉過就知道 那個選舉補助款 一票三十塊 很賺很補好不好 就那個那一票三十塊 因為陳柏惟大概拿十萬多票 因為選舉過程你還是要花錢 只是因為基進黨他的選法 他是選的真的是十一萬票 對對對 沒有啦 選舉補助款坦白講 你要怎麼用都是你家的事 有的人會高到的標準 有人就怎樣那不管了 反正那個東西算出來後 一看就知道說其實這是正常的收入 所以我覺得這兩件事 沒有啊搞不好連鄭浩的 就是說他的存款都超過陳柏惟的錢 沒有 我跟你講喔 我選舉的時候 不達三分之一 沒有選舉補助款 我連保證級都被扣掉 這個是差距好不好 那整件事情大概就是這樣的 我覺得啦 陳柏惟是慢慢有在稍微密選 一線密選兩線慢慢回穩 那未來還有兩週 我覺得其實坦白講 當然關鍵可以繼續觀察 你的密選一線或兩線 是有一點像掉鋼絲的概念 就是現在鋼絲的保險到底跳得夠不夠 越來越多 那為什麼會越來越多 剛剛講豬隊友對不對 來 詩琪我請教 我們看看的是 因為這個前鎮宇聽說 他應該是有但博想要選舉 所以他也想說 藉機或許可以增加曝光度 知名度等等 然後他特別貼了那個東西 貼出來之後反而就打到自己的老闆了嘛 於是怎麼樣 這個激進黨就反問他說 沒有啦 我請教你 你有沒有質疑過你自己的老闆 連勝文家族 怎麼樣成為全世界最有錢的公務員家族 那錢振宇呢 他後來他也有發一個聲明 他來回應 他說 我告訴你 因為我要參選 所以我現在八月底 我已經不是他的發言人了 可是他還是在辦公室裡面工作 他說陳柏惟你針對我這個質疑的部分 我講的是很多民眾的心聲 為什麼要扯到連勝文 你為什麼要扯到連勝文 你有種的話 你就不要轉移焦點 那說坦白的啦 為什麼要扯到連勝文 你就是在這個連勝文辦公室裡面工作嘛 對不對 而且我真的覺得他是不是對老闆有仇耶 不然怎麼會寫這一篇 然後讓大家變成攻擊的砲盒 在連勝文的身上 所以很多人都在嘲笑說 他是不是的確以前被連勝文虐待了 所以要展開一場報復復仇 否則怎麼會往痛腳上面 狠狠的踩下去他的前老闆 而且他攻擊陳柏惟的財產這件事情 陳柏惟不是已經講得清清楚楚了嗎 他本來就有原本的幾十萬 那可是財產申報是這樣 就是你如果存款不到一百萬 你是不用申報的 因為對 就不到一百可以不用申報 這太小了 沒什麼好申報 對 太小沒什麼好申報的 那所以你下一次如果超過了一百萬 加上你的選舉補助款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他怎麼從零變成了四百多萬 所以那個其實是一個謬誤 而且陳柏惟他能夠 他累積到現在這個錢 我覺得其實某種程度是一個正常的嘛 因為他的票數一票三十塊 一共是多少錢 就是這個東西是清清楚楚的 所以他是 他還蠻公開透明 還蠻直白的啊 所以陳柏惟死不認錯 你死不認錯還要再回過頭來說 你這樣東拉西扯幹嘛扯連聖文 因為連聖文家的財產一直是一個謎 他這麼多年 一兆 這麼多年來大家都很好奇 為什麼你可以三歲還是兩歲 兩歲自根農是不是 所以你們家真的太神奇了 然後所以很多人 不管是從連戰開始 或者是你連聖文選台北市長的時候 其實有眾多的民意都非常希望 連家能夠出一本致富手冊 教教大家 讓大家都可以跟連家一樣致富 好回過頭來這個罷免案 就是說鄭浩覺得這個 看到陳柏惟命選一線跟命選兩線 可是我其實看到陳柏惟的人生故事 我還蠻心酸的 因為他代表的其實是眾多台灣小孩成長的樣 可能不是有錢人家養出來的孩子 他可能從小就吃便當了 就跑到爸爸打工的地方 上班的地方 就電子遊一場 更何況在我們小學的時候 在我們小時候 國中的時候 同班的男生下課的時候 都會到旁邊的那些 門口去打電動嗎 對啊 那是一個台灣人長大的日常 那所以你現在用這個人家的成長經驗 然後來打擊人家 你這個人品低下 你跑去打賭博性電玩等等 我實在覺得 所以你們這些金字塔頂端的人 是如何的瞧不起台灣的普羅大眾 這是台灣人的共同經驗 共同成長的記憶 然後你因為你的瞧不起 然後把人家講成說人品不好 人格低劣 這像話嗎 再加上 剛剛提到央視 我真心覺得 國民黨打這件事情 央視興奮到完全 也沒再跟你演了 就直接國共兩邊 兩邊合作在唱賀 要拉下陳柏惟 而且央視的海峽 什麼鬼 節目的 海峽兩岸 他還直接點名說 對下一個就是林常佐 也就是說 霸掉陳柏惟跟林常佐 對於這個中國來說 有多重要 我告訴你有多重要 因為他們兩個人都在國防委員會 如果他們兩個人不在國防委員會 民進黨跟國民黨在國防委員會 是平手 5比5 那所以國民黨就有 絕對的能力 可以阻撓所有關於國防的提案 那所以在這種狀況底下 符不符合中國的利益 當然符合嘛 因為有了陳柏惟跟林常佐 他才有可能在國防委員會上面 執行他們的抗中保台的任務 舉一個例子 禮拜三的晚上的6點30幾分 國防委員會通過了2400億的海空提升的 特別預算的這個東西 終於出了委員會 為什麼能夠出委員會 是因為有陳柏惟的 還有林常佐的 席次的關係 因為席次 那所以如果沒有他們這兩期 我們海空的這個提升的預算 就出不了委員會 重點在這裡 那所以在這種狀況底下 罷掉陳柏惟符合中國的利益 而且中國沒有要跟你演了 國民黨也沒有要跟你演了 兩邊就手牽手 耶 我們要一起共同罷免陳柏惟 這是台灣內部 就是你再痛恨這個激進黨 你再痛恨民進黨 也不可以做出賣台灣的事情 就畢竟這是台灣國家安全 一個很重要的立委席次 結果你現在可以跟人家 跟人家公然唱賀成這樣 我實在覺得有夠悲哀 海峽兩岸的節目 每一個今天的這個禮拜 播一次 這個節目是在央視 全國都看得到 還包含四套全世界都看得到 所以這個節目今天要討論什麼議題 這個節目今天要找哪個來賓 第一個國台辦主任劉傑一要同意 第二個中央宣傳部的部長 黃坤明要同意 中宣部是掌管整個中國 所有宣傳系統的老大 黃坤明就是習近平習家軍 所以今天這個節目表示怎麼樣 陳柏惟你這輩子夠值了 你可以被央視海峽兩岸討論 你不得了你大月 但是我必須要講 今天陳柏惟台灣激進黨 已經不是在對抗國民黨了 他要對抗的是共產黨 一億黨員的 將近一億黨員的共產黨 九千萬黨員的共產黨 所以我覺得 這墊高了陳柏惟的分量 所以我們今天要 陳柏惟罷掉與否 已經不是朱立倫在關心了 已經是北京當局在關注的 所以我們看到接下來 這場罷免的時候 北京那邊也在看罷免的結果 但是我覺得剛剛鄭浩講的沒錯 這件如果當北京出手的話 那我覺得是救了陳柏惟 對陳柏惟來講是有正面的 因為如果連中國都要陳柏惟下台 而把台灣激進視作為台獨 你看到習近平在今天公開講了 反台獨 台獨是阻礙中國統一的 一個最大的阻力的時候 頭號再犯是誰 前面實名絕對有陳柏惟我保證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把陳柏惟 把他從立委的位置上拔下來 他是有高度的指標意義 這對於習近平今天在講反台獨來講 就是一個重要的一個收穫 跟他的一個重要政績 所以中國是將陳柏惟除之而後壞 所以我覺得必須要講 但是為什麼他們今天央視 也在讚讚美這個朱立倫 戰鬥來 朱立倫我講他昨天很高興 一睡得很好 因為他又被央視再度被提起來了 他距離跟習近平界面又進了一步 但是我覺得共產黨 中共他沒有民主他沒有民主的這種思維 他的想法跟韓粉差不多了 他們就是對國民黨這幾年來 特別從馬英九以來 這種軟弱 他們覺得恨體不成剛 他們認為去法院最好把立法院給燒了 把他給砸了把他破壞了 他覺得這個他們就覺得很高興 覺得國民黨是有希望 可是在民主國家用這種方式 真能夠獲得民眾的支持嗎 我覺得中共是一個完全對民主沒有概念的人 他以為這樣做是對 他以為戰鬥來國民黨就正戰鬥了 一個政黨如果你沒有訴求 你沒有理念 你完全用這種激進的手法來講 他就是個暴力黨 他不可能永遠 他就是不可能獲得總統大會的 所以我覺得央視越這樣子鼓勵國民黨 國民黨未來朱雁倫 要當上總統的機會 越來越渺茫 因為現在還有兩星期的時間 所以這一個週末也是蠻重要的 這個罷免團體這邊 又找了一些藍營的人士來助講 另外一邊3Q陳柏惟 今天是由一屆來鄉挺 還包括今天是有相關的最新的民調出來 來看到底這個罷免案 到底是一條線兩條線 還是怎麼樣一個情況 我們先來看這個新聞畫面 相信選民的地位 相信台灣的贏 感謝 謝謝 要拜託大家 這一頭全台南北醫師座談會 串聯商體陳柏惟 這次的罷免不是罷免 這次的罷免是罷力 國民黨用這種抹滅人格的方式 來操作罷免我覺得是最糟糕的事情 甚至是對民主制度的侮辱 謝謝 想要投票 拜託 謝謝 另一邊罷免團體巨牌 進入市場掃街 罷免的不票進入倒數階段 兩方陣營不放過任何吹票時機 現在不認得罷免 很多人也要跟我說 年輕人你要堅持 你要想辦法投過的危機 我說我家人也要一票而已 要投過的危機 要每個人到三天 這票這票把這票扛出來 面臨罷免危機 陳柏惟喊需要選民再挺一次 因為近來不少爭議 確實影響民意 根據美麗島電子報最新民調 同意罷免陳柏惟有37.2% 不同意只有25.7% 而且其中同意罷免的 有高達88.5%會出來投票 不同意的則只有65.7%會去投 換算下來同意票已經過了 25%罷免門檻 而且超越不同意票 只是一個人 一個黨 一席的立委 但是我們想的都是全台灣 全世界 讓我繼續留在立法院 我會繼續把台灣固好 面對藍營全面動員 進行報復之罷免 全部為澄清抹黑 獲得跨界聲援 也靠情報溝通 呼籲選民蓋下關鍵的 反對罷免票 現在還很難判斷說 兩個禮拜後 究竟會是怎麼樣 可是呢 民調出來 我先請教東豪哥 這個民調啊這個是 美麗島電子報所做的 說陳柏惟被罷免 最新的民調說 同意罷免的是 百分之三十七點二 那他這邊是解說 已經超過罷免門檻 百分之二十五 可是不是這樣算的 應該是要去算 那個投票率嘛對不對 那我請教你 這個部分 你怎麼樣來看 他說同意罷免的是 百分之三十七點二 意思是說 有可能會跨過門檻嗎 我覺得現在超過門檻 機率越越高 我事實上認為說 這個情況如果不改變的話 對陳柏惟來講 是很麻煩的 那我為什麼這麼講 就是說在這一波裡面 現在所有的爆料不會到此為止 他還會繼續 一定會繼續再上去的 因為在罷免 罷免基本上是一個仇恨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那個爆那個料啊 我覺得其實真的是豬隊友 無所謂 無所謂喔 這個跟你一般的選舉不一樣 因為罷免罷免案 他只有一個事情 就是說你是市長 你是你是立委 你是市議員 他就是要同意罷免 所以他的目標非常單一 這種單一他必須怎麼樣 比如說這樣 好啦還是必須要講韓國瑜 那個激發討厭的 我越討厭你的 韓國瑜那個時候 為什麼 因為他剛當市長不到半年 就宣布選總統 那是對高雄市市民 選你當高雄市市長 一個承諾的背叛 所以那件事情不用 我們不用多討論 你就可以看到說 他最後的罷免票數超過什麼 超過他的當選票數 這是一個非常清楚的民意的表達 因為他太特殊了 我們從來沒有看過一個人 剛當選 然後第一任半年 就去選下一個職務 那 王浩宇是另外一個例子 黃傑是另外一個例子 可是那個都是市議員 比較小 那陳柏惟這件事情 就很特殊了 陳柏惟當立委 第一次當立委 到現在才一年多 今年過完才兩年 你知道 顏寬人第一次當立委的時候啊 他不會質詢 他一路要學 我有一個朋友 事實上 顏寬人剛上來台北的時候啊 眼睛長在頭頂上 為什麼 他是太子啊 太祝啊 所以呢 他上台的時候覺得自己很厲害 等到一段時間後 他發現說不對 顏寬人那個時候才開始把頭低下來 好那你回來看陳柏惟這件事情 我說為什麼說我比較悲觀 因為這個仗打到現在 只剩下兩個禮拜了 這兩個禮拜之內 因為顏家 第二階段以後顏寬人介入 你以為他真的當志工嗎 當然不是 但是這個態度就告訴你 顏家 顏家 顏家要動 顏家要動 顏家要動下去 顏家有多少票 我最保守最保守都算六萬票 光顏家 那台中的派系就有顏家嗎 不是耶 那一區 那一區還有紅派 還有還有軍系的 多少有一些軍系軍公教的票吧 這些票會怎麼跑 那陳柏惟 你現在要開始 如果你是要直接持球對決的時候 你只有兩個禮拜時間 然後對方一定會把熱度往上加 比如說我剛剛看到董哥下去 董哥下去的下一個是誰 戰鬥人的教主趙少康趙大哥啊 那你以為只有到這裡為止嗎 當然不會啊 一定會一直一直一直往上 他這樣他就像那個海浪一樣 他要一波高過一波 最後在十月二十三號那天才能過關啊 所以這個時候你如果是 如果陳柏惟不能說服或者感動人的話 會輸掉的耶 不是開玩笑的 因為人家動的比你早 人家整合的比你早 好那有沒有機會 因為我剛才看到央視 央視的海峽 海峽兩岸那個節目 忍不住 找一個去年的東西 海峽兵雄站為那個人來求和的 旁邊是王金平 海峽論壇 對啊 央視一個主播就可以跟你講 你是來求和的 這國民黨 為了罷免3Q 蘇維倫何德何能上央視 海峽兩岸這樣子的節目 有多少畫面 朱立倫 剛剛當國民黨黨主席 記不記得那個回電 回電裡面講什麼 反讀 陳柏惟就是獨派的代表 又是年輕輩的 然後又跟你講 啊陳柏惟 年輕的時候這個肇事逃逸 然後呢這個到那個賭場 所有東西都在累積那個負面形象 說實在的不好意思 因為陳柏惟確實有很多缺點 因為他的出生環境就不是爸爸媽媽 是老師 是白領階級 更不要講像連聖門是個有錢人 連戰人年紀比較小一點 念輔大 可是 因為是爸爸是連戰 他可以去長春的盟校 那個不是只有錢 連戰當年的社會地位是什麼 神主席行政院院長 然後再加上你有錢 你這是一般的一般的家庭裡面 你可以這樣子上去的嗎 也很寬衡 如果他爸爸不是延親標 你以為一個十七八未成年 就當爸爸的人 有辦法當立委 還在還在為三餐 奮鬥而努力 可是選舉就是這麼現實 所有你背後的資源都可以拿進來 陳柏惟 你有什麼資源 你能有什麼資源 你選舉有一個捷餘款 十一萬票就三百三十萬 為什麼人家講你這個 因為很多人明年要選舉 你知道利用陳柏惟這一帳 在有一次難去 見到自己的知名度 很重要 因為東豪哥你講說累積負面形象 這個我覺得我都認同 可是我覺得有一件事情 就是鄭浩的那個觀點 我請教資深老師 你想想看 對我就是打 我什麼都打 你到變成亂打一通的時候 你會覺得會不會有負面的反效果 比方說 說什麼電子遊藝場 去玩什麼小馬力 或什麼快打旋風 或是其他 人家是不起訴 人家是證人 可是顏寬恆還在講說什麼 你那個一千塊的事情 你輸一千塊你是不是要講清楚 你做人沒老實 你叫鄉親要怎麼相信你 這個部分是涉賭的那一塊 那後面又講到什麼 講到說錢的那一塊對不對 你越講這些東西 大家去做對比之後 反而反差很大 原來三Q哥陳博偉 他的資源是怎麼樣的少 你那邊加大業大 現在包括是老共這邊都來下指導期了 我覺得那個反差拉出來之後 三Q哥是危險危險 沒有錯 可是搞不好是有機會的 我分兩個部分來看 第一個 這一系列的這種人格毀滅的污衊 從什麼山林立委 然後到趙陶 涉毒 然後還有什麼大麻的鬼東西 一系列下來 確實很多人很反感 這個是有的 問題是 就剛剛邦華哥講的沒有錯 這一場是罷免不是選舉 罷免跟選舉有一個根本性質的差異性 就是在於說你的動員性是不一樣的 因為就是對這個人 只對一個人 你喜歡或討厭 他沒有第二個人 理論上沒有第二個人 所以徐曉欣自己都講 他昨天看到那個美麗島電子道明 剛剛算了百分之三十七 這個同一 而且百分之三十七 你同一裡面有八成八會出來 如果算過來 就大概百分之三十三的人會出來投票 他自己都講 是仇恨動員的這個奏效 這種仇恨動員會讓 這些人願意出來投陳博偉 再加上剛剛講的組織票的部分 組織票我用吳子佳前兩個禮拜講的話 我覺得那最經典 說彪哥決心要給死 然後他講說 陳博會絕對沒有機會 不可能也過命 這不是我講的 這是吳子佳講的 那所以你如果這樣的組織動員 再加上這樣子的一個仇恨能量 那至於那個指導期贏武者 我們待會再來談 這樣的情況 這個是對他罷免不利的地方 那我們看到這就知道說 這個是不公不義是毀滅人格 是這種所謂的 就是秀下線的一種方式 來坑殺這樣陳博偉的狀況 問題是這些人會不會 因為同情陳博偉出來投票 這是一個問題 我要講同情動員跟仇恨動員 這是一個狀況 那這是 所以如果你只限在我的看法 如果願意要提供給陳博偉一些看法的話 我覺得這下選戰已經熱了 這下選戰已經熱的情況 意思就是說 你還要希望 他要壓在百分之 因為罷免的連韓兩個 一個是百分之二十五 一個是到底同一票跟不同一票 你還期望說他壓在百分之二十五下 要不要做 還是要努力 可是以這種從而動員跟同情動員的狀況來看 這他兩難的地方 要動員嗎 這是一個 但是你覺得有冷戰的空間嗎 沒有冷戰的空間 我覺得已經過了 已經過了 對 因為這個罷免總部 會繼續想辦法 哪怕會被告 他都要把熱度再往上推 熱度已經到這邊了 他不能斷 而且更不要講 那個直導期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把那個大戰略都跟你講出來了 那現在第二個就是 好 我剛剛講罷免是一個人的戰爭 那你現在我覺得看起來就是 你要把一個人的戰爭 拉成是兩個人的戰爭 甚至拉成是這種所謂的 對決式的這樣子的一場 一場一場投票行為 就是剛剛鄭浩講的 你怎麼看待陳柏惟這一場罷免 你只是把他當成是一個 十年前犯過錯 然後一路被追殺下來這樣的一個人 還是你要把他看成 往上一點 是你當罷免你的時候 就是顏寡衡或顏家回來的 這樣子的一種 這種交替式的選舉 你要顏寡衡還是要陳柏惟 這是第二種 第三種就是剛剛講 今天央視都講這麼明這麼清楚明確了 我不管他是贏武者 或者是下指導旗 或者是剛好跟朱立倫不謀而合 不管是哪一種 你都看得出來 他的那個司馬昭之心 昭然若接的情況 你幹掉陳柏惟 是不是就是反台獨的開始 再來林昌佐 再來四項公投 再來就往和平同意的方向去走 如果你拉到這個層次 那又不一樣 熱戰不能避免 但是現在就是不能是一個人的戰爭 不能是陳柏惟一個人的武林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我們再進一步討論 手基本上是一樣的都是朝正面 基本上是入水水花 我們要做到越小越好 我覺得最最最緊張的時刻就是 叫到你的名字的時候 郭姓淳 我待會換你們 那一刻其實你是最緊張的 什麼呼吸 防禦就是最好的攻擊 防禦對我來說是最重要的事 你口罩在反了 最重要的就是雙手舉高 保持大概在耳朵旁邊 大概四十五度左右 最重要一定要保持微笑 手大概就是這樣子 一整天下來其實也蠻累的 會覺得肩膀有點緊繃 手有點沒力 我會在內心告訴自己說 湯包我可以 我很棒這樣子 剛上一段我們談到有關於 陳柏惟這邊他的戰略到底是什麼 那個動員性他們究竟是要選擇冷跟熱之間 說坦白現在沒有冷戰的空間了 應該會熱 而且你看對方一天一爆 每天就算是微不足道的 不要緊 他也不要走那個正常的監督那一塊 要說什麼你立委什麼提案什麼 不走那一塊 他走的是一個比較大亂鬥的情況 反正我什麼可以說你不好的 你人家你人品你什麼 我都把他搬出來 那我請教余將軍 你怎麼樣來看這一帳 然後我們再講那個動員性 剛剛其實資深老師講動員性的那一塊 我覺得同情動員有困難 但是如果說我們真的拉高 而且央視都下次到期了 他就是一個大棋子叫做抗中保台立委 對不對 這一塊怎麼樣來發揮 其實陳柏惟前幾天他的節目上他就表達 他說他是一個這個雜草隊裡長大的小孩 他是用什麼跳舞機在遊台灣的 遊遍全世界跳舞機 所以他跑這些場所 他覺得那是他認識台灣那種方法 所以說要找陳柏惟的確定好不好找 非常好找那個所有那種一般這種市井小孩 所幹過的事他都幹過了 我覺得大家會有一點共鳴就是說 我自己在基層我市井小民都會做的 就是大家的日常 對對對 大家的日常被拿出來修理 沒錯陳柏惟當時能夠在這個第二選區 能夠翻掉嚴家的這個盤 就是因為他認為說給這個小孩一個機會 那但是現在他就用這個方式 要把他給再翻掉 就是說這個小孩你給他機會 他不好好做 你看又躁逃了 然後又打電動玩具又賭博 反正就往上丟 那陳柏惟如果說按照這個節奏去跑 他就輸了 人家講一個他出來解釋一下 沒有啊 三百多萬 這張補助款又怎樣 趙陶我都已經坦蕩蕩 我放在心中 這是我心中的痛 這樣就輸了 為什麼 這就是這些罷免裡的人 希望你的回答 因為你看承認了吧 承認了吧 趙陶立委吧 他沒有說不啊 你看賭博承認了吧 承認之後他們還要再修理說 你承認的不夠誠懇 你沒怎麼樣沒怎麼樣 貴啊你知道嗎 他們在夜市怎麼樣做的 就直接講 拿一個口罩送給你 趙陶立委 趙陶立委 大家幫忙罷免趙陶立委 就這樣子啊 那你說陳柏惟如果用這種方式 你用他的節奏 跟著他的節奏跑 你表現的再泱泱大量 你表示的再誠懇沒有用 所以說你的戰術 真的是要改變 剩下兩個禮拜 來不來得及 本來來不及了 後來央視幫了陳柏惟一把 真的 這一把真的是超好用 為什麼 第一個 朱立倫不敢反駁啊 朱立倫敢反駁說 那央視海下人 胡說八道 我們國民黨跟你們是沒有關係的 我們自己來做我們自己的政治 請不要管我家的事 如果朱立倫敢這樣講 這把槍消失了 他絕對不敢這樣講 你要搞成 國民黨加共產黨 來壓迫激進黨的戰爭 你就贏了 那證據是什麼 就央視嘛 就央視這個 你把它做成一個影片 全台去發送 全台中去發送 不斷地去放 那只要罷免我的人 不是國民黨而已 是共產黨 是共產黨要罷免我 你看央視都出來下指導旗了 你看國民黨也沒有出來 這個這個來否認啊 所以是誰在壓迫我們 對不對 你要搶打文宣牌 一定要反擊 否則我真的認為 陳柏惟這樣下去 光靠嚴加加上寒粉 再加上國民黨力量 那真的會過關 所以我覺得陳柏惟不能再佛系了 要跳出來要硬起來 這個是就是說齁 王浩宇他自己有被罷王的經驗 他有提出一些 他有提出一些他的觀察 王浩宇說呢 你看齁 陳柏惟這些 不管各式各樣的黑歷史被挖出來 而且剛剛余將軍講嘛 我就是拿給你一個口罩 那說什麼 這個是趙陶立委等等 他會變成在耳語 在地方之間齁 大家對你的印象分數很不好 不見得見過你的人嗎 旁邊的人聽到你也很差 所以這個的確是有一些發酵齁 那我請教鄭浩 你現在目前的觀察是什麼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講 因為這個 我認為啦 陳柏惟在選舉的 應該說在罷免前期的策略 有錯誤的原因是來自於是 我們選舉是選擇題 就是兩個人來選 所以說兩個人來選的話 那就是沒有比較沒有傷害 就是說我再怎麼樣 假設我60分很爛 好那怎麼樣 可是你只有45分 你比我45分更爛 我就是贏你嘛 可是問題是 因為罷免就是剛剛志森老師講 他是一個人的武林 所以說很多時候變成說 陳柏惟你一千塊也是賭啊 可是你一千塊也是賭 對對對啊 你跟聖人比你確實是一千塊也是賭 可是如果你的對手是嚴家的話 那誰賭比較大 對不對 這件事情是要比較出來的 或是說一開始講你三菱立委 好啊我質詢率 我質詢率百分之百啊 嚴寬可能是什麼 二點多趴到十幾趴 你就要比 選舉應該是要比 這這才有可能會贏 所以說陳柏惟在一開始在處理 這個罷免議題的時候 他沒有清楚告訴大家一件事 罷免陳柏惟 等於嚴寬恆回來當立委 這件事情我覺得是非常非常重要 他當時打敗人叫做嚴寬恆 而不是打敗一個空氣 現在變成是請權朝嘛 朱立倫啊 江啟臣啊 嚴寬恆啊 然後等等 全部都下去 央視 央視 他就只能一直在被動式的回應 然後去回應那些潑髒水的 對所以要讓他清楚知道 你罷免我之後 這個立委只會會補選的 會有另外一個人叫做嚴寬恆 會出來當你們的立委 這件事情對於陳柏惟來說 我覺得很重要 可是好像沒有完全意識到這件事 或是說他們策略還是不想跟嚴家 直接正面對抗 我不知道不得而知 但是我覺得這個策略沒有出來 這件事情我漸漸聞到國民黨 打過頭的那個味道 就是說選舉這樣你打打打打打打 你對方會一直扣分一直扣分一直扣分 打到一個程度打過頭了 第一個同情票其次 重點是你會說錯話 你會說錯話的時候 你就會被人家反尻嗎 像我們談的財產 就是非常典型的打過頭一個案例 就是你把陳柏惟殺到片體淋沙 最後連他的財產都要質疑的時候 抱歉反彈力道就回來 所以這些我覺得是陳柏惟 目前唯一有可能的活路 那第三件事我覺得陳柏惟 自己的心態要很重要 因為我感覺到他現在真的 確實有點脆弱了 但是候選人你是主將 你在最前面 你一定是扛最多的壓力 可是如果你自己心態崩的話 那我認為心態崩 並不是會讓大家看隨他 而是他很多的策略 或是最後拍板的決定會錯誤 那這些東西也會影響到最後點點滴滴 所以說我最後兩個禮拜 真的我認為是 一是當然是動員 可是就選舉策略 論選舉策略 真的在比誰犯錯的多 但是我對國民黨犯錯 我是很有信心的 我認為我真的沒有信心 因為昨天連那個假的牽絲都出來了 對不對 天上聖母假的牽絲 這東西跟選舉黑函是一模一樣的 第一件事情 天上聖母的假牽絲 在那個地方的海線是他們的信仰 有用 第一件事選舉是有用 第二件事情 你如果知道這個選舉在當地 這種牽絲是有用 你還造假的話 那就是黑函 這跟朱立倫講三菱 然後集計黨去告他 意思是一樣 意圖使人不當選 或意圖使人被罷免 這件事情 我認為也可以擴大來處理 可是好像也沒有抓到這件事情 沒有沒有往這方向 沒有把它擴大放大來做操作 我們有在討論我們有笑他 可是其實你要把很多選舉定掉 定掉出來後 你的策略會更清楚啊 那我講了 我對於國民黨或國民黨的支持者 始終支持者 犯錯的信心是蠻高的 我們拭目以待下禮拜好了 我們先看這個 因為你如果沒有去拚說 他的財產 沒有人會做這樣子 可是因為 就像正好講的 打過頭了 打過頭之後 你再回頭去看 嚇死人 原來嚴家的財產 說坦白我們每次做完財產申報之後 我都會忘記 現在又再次想起來說 我的啊 他的這個存款多少錢 這個是有 後來有不知道 他就去做一個其他的投資 少了五千多萬 才變八千多萬 土地多少比六十六比 建物多少比十九比 你一比完之後 那到底誰是人生勝利主拼 而且他還有臉說 我現在就是一個年輕人 努力的努力打拚的年輕人 在累積我的財富 哪一個跟你一樣大的年輕人 可以累積到八千多萬成款 然後你現在八千多萬的 整個國民黨去打一個 拿了選舉補助款 只有四百萬的一個年輕人 我覺得現在的確有打過頭的那個狀況 而且為什麼打過頭呢 是因為陳柏惟是一個人 激進黨只有一席立委 可是他被打的 就是誰在打他呢 是國民黨加共產黨 就是把他矛起來很K 所以有沒有不對稱 有沒有被打過有沒有打過頭 當然有打過頭啊 那可是因為國民黨的陸戰是強的 因為他有嚴加的組織 所以對陳柏惟來說 他不能只有空戰啦 就儘管之前他的選上立委 空戰佔了一個很大的因素 可是那時候是因為綁總統大選啦 所以程度不一樣 所以他現在不能夠 不能夠只打空戰 他也會需要陸戰 那那個陸戰就必須借重 其他政黨的地方組織 這就是為什麼蔡其昌等等 民進黨這些人都出來 因為他們才有扎根的那個 所以時期我請教 這邊我們也整理出來 他的門檻是七萬兩千多票 罷免要過關的話 要同意罷免的要門檻到這邊 可是呢這邊說 民黨有內部民調 說支持罷免大概是 十九趴左右 五萬五千多票 也就是說他的 他們目前在研判說 應該還不會跨過去 可是我們現在這個時間 你來看 我不認為 我覺得一定會跨過去 所以你現在的做法就是 你必須去反對 投反對罷免的這個票數 要壓過對方支持罷免的票數 我覺得那是只有這一招了 否則如果你還有一些猶豫說 會不會這個低空飛過 不會到25趴 沒有這種事情 王浩宇跟這個黃捷的歷史 就已經告訴過你了 透過國民黨的地方組織的仇恨動員 一定過25趴 可是我在跟我們節目 在跟陳柏惟的幾次的對話當中 連線當中 我覺得他一直 他還在猶豫到底要用攻還是守 甚至我都覺得他還守比攻很多 我們有提出 譬如說這個 朱立倫用的是口袋國會的資料 這個東西是他的岳父 二十一世紀高玉仁辦的這個 這個說他是三菱立委 我們問陳柏惟 陳柏惟的態度 還有一點沒關係 或者是一種消息的態度 我常常講 我們這些手板應該提供給他 他應該拿來開記者會 所以我 其實第一個 他一定要讓他的支持者覺得危機感 例如說 我剛才我們都提到 他要把他的那個 對抗的層次拉高到是 剛老師我插個話 我打 我認為這一個其實是有效果的 就是說不是打的是空氣 你的對手是誰 顏寬恒也下去了 然後這邊是激進他們開始 有一點點不同的思考 我在想 所以他說為什麼留下3Q很重要 因為曾經怎麼樣 像是烏思懷這種去對岸 聽習近平演講 聽對岸唱國歌的那個齊律 李正正豪 他說當初顏寬恒是怎麼樣 反對增定退降 不能夠去中國參加政黨黨政軍活動 難道你要這種人回來嗎 他們好像現在開始有點還魂 對就是你要剛剛給我比較 你要跟誰比較 第一個對抗 你可以拉高到跟習近平 習近平要不要砍掉 請台灣人民 請台中人民救我 我不要被 不要被習近平給幹掉 這是一個最大的 再來你也可以 還有一個就是朱立倫 他對你的指控 你等一下駁斥 再來就是鹽寬恒也算 難道你們要換鹽寬恒嗎 所以這種會造成 還有就是我是國防委員會 如果我被罷掉 國防委員會 可能會被國民黨 可能會多數 這是製造恐懼感 第二個當然就是比較性 如果是換鹽寬恒上來 會可能比我更爛 還有再把鹽寬恒 在當任立委時候的表現 也可以做一個 也可以做一個這個比較 他表現很差啊 我表現很好啊 我是有成績啊 再來第三個就是製造悲情感 你們是用大來零小 我是一個很弱勢的 我要訴諸悲情 再來第四個 他要去製造話題 他今天一直被人家 被國民黨的媒體 一直在弄話題 壓著打 那你一直在應付 一直在應付 然後你沒有辦法 拉高你的對抗格局 對不對 你是很被動的 因為現在問題 大家記者去找他 都是什麼 人家報一個什麼料 人家報一個什麼料 每天都去找他 都是因為他要去回應 現在他其實或許可以 他可以反手為攻啊 他可以反手為攻啊 他可以針對嚴寬恆 對嚴清彪他們家族 他可以提出很多的質疑啊 本來就是怕說 太激起這一些人 現在沒有辦法 現在你沒有辦法 你現在已經沒辦法了 現在已經變成 你這兩個禮拜 就是要採用這個方式 而且你要主導話題 你要讓媒體去賭嚴清彪 你跟嚴清彪看到媒體是跑掉的 因為他要一副跟我無關 可是我就是要逼說 你們其實就是後面的常進人 你是中警員 我要把你逼出來 還有你可以問啊 嚴寬恆 你出來講 如果我被罷掉 你要不要出來 你會不會出來選 否則就可以證明說 這個東西就是他們嚴家在操作的 可是他連這個他都不願意 他都沒有 他都還要跟嚴寬恆 保持一個好像君子之爭 可是人家現在 他們人家表面上沒有講話 可是他們私底下 透過各種放話系統 所以你要把他們 變成正面直球對決 所以因為你現在不可能再閃了 可是我覺得 現在陳柏惟好像還在很猶豫 所以他需要的是一個軍師來幫他 確定未來兩個禮拜的 他不可能的戰略戰術 來怎麼樣來擬定 否則以他目前這樣的態度 我很擔心之 一直被那些小 因為國民黨 你會丟出很多小東西 讓你沒辦法一直長長轉 那你就被陷入那些問題 那明天可能丟一個 你小學時候曾經作弊被人家抓到 那你怎麼辦 或者你以前去看牛肉廠被人家 票根被找到了 你是不是要應付 你要去解釋 那天我沒有去啦 我那天是路過啦 那票根是我剛好撿到的 你光你都陷在那個裡面 你就沒辦法拉高你的 你要拉高你的位階跟姿態 然後才可以增加你的眾生 而不是一直被人家拖著打 我覺得這是他目前最大的 來余將軍來做個回答 其實我要講一件事情 其實當時有一個 防止退降叛變條例 從這個條例推出來之後 其實我就講 我說你們要反對 不要去反對 只要改兩個字就好 不叫叛變 叫做退降終成條例 這樣就好了 退降 從你讀軍校開始 這些退伍將領 你有想過你可以去大陸嗎 你有想過你可以去大陸人民會堂嗎 我們從來沒有想過 所以我就講這個是叫 退降終成條例 你居然反對 你反對的目的是什麼 你反對的內容是什麼 退伍軍人 本來對國家就要絕對忠誠 如果國家說 退伍軍人退伍之後 不能進入這些 這個中共統治的地區 那又如何 有本事你當時不要當兵 你當時當兵 進入軍中的時候 怎麼宣誓的 是漢賊不兩立 我要反共到終身 那為什麼退伍軍服一脫就忘了呢 所以我覺得其實 我本來對於這個陳柏惟之間 我們是有一些理念的不同 後來對於反共 我發現他的反共的力道不會比我低 我只是反共產黨 他是所有幫共產黨做事的他都反 所以他比我還要強 所以那時候我就講 我說好 既然反共 我們可以我們可以談 我們可以交個朋友 是因為這樣子我們覺得到共識 所以說要讓中華民國長治久安 陳柏惟你要把你的層次拉高 你要拉高 拉到你是國防委員會 為了要確保中華民國的生存 因為如果讓你離開這個國會之後 進來的人可能會連退降的忠誠都不保 可能會兩岸之間的戰火 會我們完全是變走向一個投降主義 你把這個東西要不斷的升高 這叫什麼 這叫做反仇恨動員 對方用仇恨 我要反仇恨 我的仇恨值要大過個人的仇恨值 而是國家民族的仇恨 是中華民國存在台灣的這個利益點 你要讓這個事情升職民心 那些在各地的這些年輕人 才會回來反投票 你否則不直求對決一定會被壓過 一定會被壓過 所以你要把你整個階層 就像你當時參加立委選舉的時候一樣 你要把整個國家的理念 忠誠的理念 對這塊土地的熱愛全部要拉高才行 我覺得我們今天在座都是3Q哥的顧問 都講得非常好 那希望他這一集聽一下 然後他可以得到一些不同的這個作戰的策略 做一下調整 那我們來看看中國的狀況 我先請教智盛老師 因為中國狀況 我們都知道說 是非常嚴重的狀況 這個是一比雙關 沒救了 他是沒 可是到底是有救還是沒救呢 中國的動力煤價格 現在說衝到天際有 美頓標迫八千塊 我是不知道說行情怎麼樣 但是顯然說已經水漲船高到某一個程度了 另外一個狀況是什麼 我們之前也討論過說 中國你這個畢業就失業的人 然後還有各行各業 因為現在他什麼都打 打到已經亂成一團了 失業大軍有千萬人 然後這新華社說什麼 這根本就是請幾天就堆了 他說什麼 農村就是就業的臥土 是嗎 怎麼樣來看 對於現在缺電的中國來講 農村當然是就業的臥土 因為工廠沒電了工人沒地方去 那你回農村 至少還可以拿著出頭 日出而作日落而喜 所以至少肚子餓的時候 窩一個是不是寒急也可以吃 對對對我不曉得新華社 是不是在高級黑習近平 你這樣講 我覺得那個就業 青年沒心裡面一定充滿苦楚 我本來好好的在工廠工作 結果你現在給我來一個 來一個這個做一線六之類的 那這種工一線六之類的情況 那這當然對於就業的情況 會非常非常惡劣 所以你看到那個說新華社這樣去呼籲 結果根本沒有人去回應 我覺得可以理解 但是你回來看 幾乎已經可以斷定 現在中國這種全面性的 這種所謂的缺電的狀況 已經不是原來習近平想像的能靠雙控 完完全全是一個在缺煤 或者是能源缺口上面的 極大的一個狀況 你光看到第一個 你看那個自己中國的動力煤的 這個價錢水漲船高 我記得動力煤的價錢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大概原來大概是一千五兩千塊左右 八月九月有在看的時候 那你現在整個漲到真的每噸八千塊 那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那是這漲價問題而已 現在是你就算漲價 你不見得有煤 完完全全是一個在缺煤 或者是能源缺口上面的 極大的一個狀況 你光看到第一個 你看那個自己中國的動力煤的 這個價錢水漲船高 我記得動力煤的價錢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大概原來大概是一千五兩千塊左右 八月九月有在看的時候 那你現在整個漲到真的每噸八千塊 那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那是漲價問題而已 現在是你就算漲價 你不見得有煤 為什麼會這樣講 第一個 這個內蒙古俄斯多斯 這是最大的一個煤礦 中國內部的煤礦的城市 很多煤老闆出自於內蒙古跟山西 就這裡 那俄爾多斯煤礦 我也是昨天還前天 公佈說他們要 要把原來已經封存的七十二座煤礦 是沒有在開採的 現在緊急啟動要開採 這故事告訴你什麼 那可是他本來沒有在開採 不就是因為他可能 能耗雙控 近年污染 覺得這樣子要把這些 要降低這些說 我要先減煤 然後讓這種 而且是露天煤礦 對污染更嚴重 動不掉 先開了再說 這七十二座煤礦 每天可以增加兩百一十萬噸的煤 你就會知道說 你本來期待這個節能環保的 現在完完全全就不演了 完完全全就先開了再說 問題是有沒有用 沒有用 我剛剛講 梅老闆來自於兩個地方 內蒙古跟3C 你現在內蒙古開了沒有用 為什麼 3C好死不死 十一的時候 這個水災成患 結果3C這個部分 就因為這樣子 有超過七十處的煤礦癱瘓 現在3C有超過七十個煤礦 沒有煤礦產生 因為被水給淹沒掉了 所以你看這烏肉偏逢 連夜雨的狀況 非常非常的嚴重 嚴重到什麼程度 如果這個大家有興趣看 嚴重到一個那個中國的網民 剛好一個黑龍江的網民 他就在黑龍江浮遠市 他怎麼說 他說我9月22號 他真的是辦結婚 沒想到真的洞房花族 因為沒電 沒有電燈子 沒有電燈子 我終於體驗到古人的洞房花族 他不知道該哭還該笑 類似這樣的情況 其實層出不窮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限電 我覺得真的 如果你看中國現在處理方式 它只是起點 你未來冬天來的時候 那才是真正可怕的一個景象跟狀況 董博哥因為問題很嚴重 我們現在秋天開始聊 說東北的地方 大概是十度左右 十度就已經這個樣子 其實十度 我們來講 我們的寒流來就是十度 但是他們是他們的日常 到秋冬之後就是十度 之後還會是到零下 那現在就已經 零下是很普遍的 零下十度零下十幾度 二十度都是很普遍的事情 到東北的時候 零下二十幾度 是常識 你如果到黑龍江的時候 是零下三十 可是問題沒有 問題更麻煩 因為中國 中國政府各部門之間沒有協調 你知道缺美 然後你再把那個補教業的 你把這兩件事情加在一起 那會變成什麼事情 你知道嗎 補教 中國補教業為什麼 為什麼會發達 你知道之前是要教英文的 一個能夠教英文的 你認為你會找一個六十歲的人 來教英文嗎 不會 大概都二十到三十 三十多一點 這些人是中產階級 是白領階級 是中國新興的 這個所謂的父母 我們年輕的父母 可以生小孩 所以你補教 要把他封起來 他可能住北... 這種一定住大都會 然後冬天又沒有電 他可能家裡有小孩